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说完了黄斑水种 等会儿,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问 我讲讲糖尿病上眼 其实糖尿病影响很多器官 差不多是心肝脾肤都会有问题 但是那个眼的方面是怎样影响到呢? 你看到如果一个人有糖尿病,上眼也有这种问题 糖尿病如果影响黄斑点,可以全黑了 旁边清一点,中间黑一点,蒙一点 那个情况,有其他情况 如果眼里出了血,可以有一片黑色,遮住你也可以 或者有这种情况 当我们叫他看AMSLA,叫格仔子的话 他会看到那些线都转了 这些就是糖尿病上眼,影响中央视力 因为糖尿病影响眼是分开几个地方 可以中央视力受影响,也可以眼的旁边受影响 眼的旁边受影响的时候,可以导致眼压升高 甚至是最坏的情况是失明的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你们看的正常视网膜 正常黄斑点的图 这就是有严重的糖尿病上眼 你可以看到血管全粗,全流血 这些黄色的,其实就是血管流水 因为糖尿病影响血管的质量 血管不好的时间就会流出 到这些地方很严重 就是什么都要出齐去医 但是有糖尿病到你去到这个位置 通常要五年至十年的时间 如果一个人一有糖尿病 开始好听说打针吃药 转变他的 diet 什么都跟着,高血压 那些胆固成的全部都控制得好 他有糖尿病上眼,可能真的要三十年的时间 他才会有轻微糖尿病的上眼 这些是严重糖尿病上眼 轻微糖尿病上眼 其实我们讲的可能只有两三颗红色 或者少少黄色 这些是轻微糖尿病上眼 又是做断层素描 如果刚才你看到中间黑了 我们做断层素描的时间 就会看到有这种情况出现 这个种法和刚才黄斑点水种的种法是不同的 你看到这个黄斑点水种 真的好像有水泡 但上面的结构 大致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糖尿病就是 其实将视网膜的结构 都完全改变了 看到这些小孔 其实不应该在里面 跟刚才黄斑的水种不同 治疗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你可以看到这幅图 中间似乎很漂亮 没有刚才的红色 流血 但旁边有很多白色 这些是什么呢 其实一般来说 如果刚才有很严重的糖尿病 我们第一件事会做 就是跟它打激光 将它旁边的病先处理 打了激光之后 其实它只不过是将视网膜旁边的细胞 其实是打死了 其实是将视网膜的细胞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就是因为糖尿病影响那些血管 那些周围的视网膜组织 不够氧气 那些组织不够氧气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一种化学的信号 告诉身体 我的细胞不够氧气 分泌一些东西 刺激视网膜 生长了很多血管 那些新增的血管 在视网膜里面 其实是不正常的 它会流水、流血 很多东西都会出现 所以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将 不是中央视力 就是看你旁边的东西 可以sacrifice 可以牺牲 来救你 看中间的东西 将它打死了 就是变成 细胞 整个视网膜的 我们叫oxygen requirement 整个视网膜的氧气 或者养分的需要 整个降低了 那眼睛就跟自己说 可以了 好像搞定了 所以它就不会继续 再分泌一些刺激 新增血管的东西 理论就是这样 可以用激光治疗 也可以在眼中打针也可以 通常做激光 我们会在这样的机 有个镜子黏着眼 接着呢 你会听到有声音 有闪光 这些分分钟可能要 一个月做一次 可能要做五六次 都有机会 做到它 做到它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看到中间 没有血 很漂亮 整个眼 我们叫quiet 比较 糖尿病 上眼已经受控制 除了打激光之外 近来很多人都说 可以打针 打针也可以的 打针通常最有效 就是那个视幕幕中间 黄斑水 因为那个糖尿病 引起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这个水肿 有这些水肿的时候 打针是比做激光 是effective的 可以好很多的 其实 参天共地 现在我们打针 其实理论也是一样的 都是将那些 那些 视默默的分泌出来 和身体说 不够空气 不够养分 要生血管 生些东西 这些药 全部都是可以 将它分泌出来的东西 neutralize 就是 等于放些东西 让身体不能接触 那种 signal 它就不会出那些血管 它就会慢慢收复 但是 在我们自己日常的practice 来说 通常 打了三、四支 五、六支 等它稳定 如何都要打一些激光 才能保持长远 如果那个病人想脱身 不是每个月要打的 那就变成了 你打到这么长 后一个理想的时间 要跟它加一些激光 希望可以断尾 这些所有糖尿病的治疗 一定要配合它自己控制糖尿病 如果我们做了这么多这些东西 它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 三样都控制得不好 没有用的 只是短暂性 两三个月它就回头 怎么打你都帮不了 怎么做激光都会慢慢恶化下去 所以很重要的 简单说几个药 这个叫Avastin Avastin Avastin 有个历史 可能差不多现在已经是十五年前 或者 在美国有一个很observant 很留意的 或者很厉害的眼科医生 他留意到有些癌症病人 本来是用来医癌症的 有些癌症病人 为什么打了这种药 进入血管的时候 眼的血都收了 好了 看得清了 开始研究这种药 研究到原来这种药 直接打进眼 都可以的 都可以达到的效果 直到今时今日 澳洲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全部都有人用这种药 但是 药厂方面 因为这种药 并不是 indication 或者FDA 我们叫的 indication 并不是打进眼 所以到今时今日 这个我们叫off label 的用法 不是药厂 recommend 的用法 但是是成效的 所以 很多人都在用这种药 药厂 因为知道 原来这种药 所以 过几年出了一种 Lucentis 的药 这种药的配方 那个 molecule 就是那个药 那种药 其实跟这种药 是相差很少的 就是那种药的结构 这个药 但是他就说 这种药 打进眼 就是indicated 就是我们拿正牌 可以打进眼 但是其实 那么多年很多 不同的眼科医生 在不同国家 都做过很多研究 其实 这种药 跟这种药 差很少 在我们的 practice 来说 这种药 跟这种药 可能差一倍的 就是因为病人 如果可以打两次 就变成这种药 要打一次 那么这种呢 最后这种 就叫idea 那这种 叫第三代的药 那这种药 其实跟头这两种 是完全不同的 那个 那个药 药力 是有些不一样 但是 其实呢 亦都是没有明显的 benefit 就是 意思是说 不是说 superior 就是不是说 很强 过以前的药 很多 这种地方 好一点 唯一一样东西 是证明过 这种药 是比这两种药 好一点的 就是 如果有严重糖尿病 上眼 导致到严重视力受损 用这种药 长期来说 是比头这两种药好一点 第三 最后这种药 其实是雷固醇 雷固醇 其实 在这种 Avastin之前 已经在用了 但是 很多人都发现 雷固醇打了下去的时间 好三个月 之后 它又跌回头 没什么用 现在用得雷固醇 打进眼中 多的时候 很快 你跟着有白内障 跟着也有青光眼出现 所以通常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用来 帮一帮手 或者快速把病情控制 就会打一种 可能是 较重一点 希望短期来可以控制到病情 然后打针 或者再转其他药 好 到最坏的情况 譬如说 你的糖尿病上眼 全都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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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玻璃切除疯 我们会在眼中 三条管子 接着要在手术质做 将你后面的血 全部清掉 清掉血之后 在里面给你打了激光 可能最后还帮你加上 打了雷固醇 再打了 Avastin 全部都出齐 希望一次过可以 控制到病情 通常去到这些阶段 视力通常都不会好 就算你把病情控制 让他不要继续流血 不要继续流水 通常视力都不会好